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关于一个数字人说话的项目 最近这个数字人说话项目也比较多 这个项目的效果呢确实还可以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它这个数字人说话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 它可以唱歌 咱们之前的数字人说话的项目其实都不能唱歌 这个唱歌的效果我看了一下 可能不是很完美 但是说已经比这个其他项目好很多 这个大家确实可以来尝试一下 那么至于这些说话这些的话 咱们就再看一个吧 这个啊 声音调低一些 在向你挥舞的各色花帕中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 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当人们四散离去 谁还站在船尾 一群漫飞 如翻永不息的云 那这个效果确实还行 它这个下面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使用方式 就是表示音频加精选地标驱动 那所谓的地标驱动就是你去找一个视频 然后这个视频里面的人物的一些脸部的一些动作 那么它可以作为一个标准 然后来生成你最后的数字人说话视频 咱们来看一个 这个吧这个比较更明显一些 大家看这个嘴部的动作呢 是根据咱们的声音来的 根据声音生成这个嘴部的动作 那么这个脸部的动作 头部 眼睛和鼻子这些动作呢 它是根据这个原本的视频的动作来的 所以这个下面使用方式很多 这个我们待会儿一一给大家说 今天内容可能有一点复杂 稍微有一点不太好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工具吧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工具 我这边呢还正在压缩 还没有压缩吧 然后这个本身这个项目的话 是它这里面是需要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有一点大啊 说实话 27.1G 所以说呢 咱们今天呢 还是这种模型和这个整合包分离的一个模式 大家呢 需要选择这两个模型下载的方式 根据你的情况来选择 然后呢 会自己去下载这个相应的模型 下载完毕之后呢 然后点这个启动UI 然后还有这个姿态推理 因为它是分两部分来做的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啊 我们先来这个启动UI 这个模型下载的时候 说一点啊 这个大家注意 如果说你下载过程中 下载中断了 或者是这个你发现下载速度特别慢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关掉 然后重新点开一下 它会重新刷新去重新下载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项目的使用 这个启动UI双击启动 这个我们需要稍等一下 这个全是需要加载的东西 加载完之后呢 这边会出来个地址 这个地址不需要大家自己点 它会自动打开这个网页 那么打开网页之后呢 就是这么一个比较简洁的界面 它这个只是这个图片 加声音的一个生成模式 我们先来选上图片 然后我们选这个图片啊 然后这边呢 随便来搞一个声音 这个是它本身自带的一些例子 我们声音说起来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是一首诗 好语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浅入夜 任务细无声 这是一首诗 那么这边下面有一些选项 其实这个选项 基本上不需要大家修改 我是默认就可以了 这边有一个这个长度 正常情况下也不需要修改 不过如果你这个声音 特别特别长的话 那么这边你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长度的一个修改 然后这个框和高的话 就是视频的框和高 然后这个有个默认的这个规则吧 大家看这个图片 它这个图片呢 全是正方形的 大家看1342 乘以1342 然后之后的所有图片呢 它全是正方形的 框高比一致 那么这样可以保证 这个生成的效果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这是这个啊 其他不用管 这个你选好之后呢 直接点这个 下面一个生成按钮 这边直接点就行了 我们刚才说这个 它发布了新的这种加速模型 如果它这个加速模型呢 我看了一下 它好像没有发布这个 跟这个界面相关的这个加速模型 如果你使用界面来生成这个 说证说话视频的话 那么可能需要的时间 还是得十几分钟 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 这个呢 需要大家耐心去等待一下 它这个所谓的加速模型 应该是只针对下面这个 音频加地标驱动这个 因为它这个时间比较长啊 看一下我们就直接跳过了 好大家看 这边出来了 然后稍等一下 这边出来了啊 大家看需要十五分钟 这个时间还是有一点点长 十五分钟一个视频 那么之前呢 我做了一些例子 这个咱们就不做了 直接给大家看结果 这个 在这个里面 它这个输出结果是在这儿 大家看 这个是我之前做的一个结果 这个我们先关掉它 这样用显存 不要卡 它这个效果就这样 还不错 还可以 这个呢是我之前用一首歌 做的一个视频 大家看一下 关于唱歌呢 就这个效果 仔细看了一下 其实可能有些地方 还不是完全很像 因为它这个 它这边怎么说呢 大家看这边 官网其实有说明 它还没有发布这种 具有更好唱歌性能的 预选的模型 就是说它现在这个模型呢 虽然可以唱歌 但是可能效果呢 不是太理想 这个呢 大家也看到刚才的效果了 不是很准确 不过也比之前的那些 说正说话视频又好很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优点 那么我们接下来 可以等一下它这个 更好的唱歌性能的模型 发布 那么到时候 我再给大家更新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姿态啊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效果 那么所谓的姿态呢 我们刚才也说了 这个由于姿态这边 我为了跟这个 它原来的这个输出文件夹分开 所以呢 我这边重新建了一个文件夹 所有的这个 关于姿态输出的一些内容呢 全部会放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这个大家需要了解 那么它这个姿态呢 是这样 就是我这边 给一个驱动视频 大家看这个视频 大家注意这个人的这个动作 大家看这个 嘴的动作非常的大 然后还有整体脸部的动作 包括眼睛的动作 这是它的驱动视频 我们呢把这个视频 作为动作的控制视频 然后呢 这个是它生成的一个 对比视频 大家看 那么它在生成这个动作的同时呢 会生成这样一个文件夹 它把所有的那些动作 这里的东西 全部放在这儿了 然后我们重新来演示一下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两个删掉 我们需要的是这三个东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先来生成姿态 我们先来点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在这里 就是如果大家想修改里面的地址的话 大家看这个 所有的这个文件配置就在这儿 它是总共需要三个东西 然后这是一张图片 然后呢 需要一个声音 需要一个放这个 控制动作的一个文件夹 那么我呢 是把它都放到了这个文件的里面 这个咱们刚才说过了 这两个是刚才刚刚生成的 这个是里面需要的东西 大家看这边是288是吧 288 那么这个呢 总共应该是 因为是从零开始的嘛 它这个最下面是287 加起来是288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 这个视频呢 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做完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点了一个姿态推理 双击一下 那么它会自动根据我们这边 生成的这三个文件 一个图片 一个音频 还有一个文件夹 那么来生成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这个我们需要稍等一下 这边跑完了 大家看到这个时间呢 非常的快啊 只花了一分钟34秒 所以这个速度上面呢 没什么可调替的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么最终生成的一个结果 大家看这边有一个保存目录啊 保存到了我们这个目录里面 这边是它给我们生成的动作 看一下 好 这边大家看到了 那么这个眼睛眉毛和鼻子的动作 它使用的是我们提供的视频里的 这个人物的动作 嘴部的动作呢 使用的是这个音频 生成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嘴部的动作 所以这个呢 它是分两部分的 所以这个姿态控制的意思呢 它就是这样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这个呢就是这个工具所有的用法 因为它这个可能后续 还有一些新的模型要发布 其实这个项目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如果后期有新的更新的话 我再给大家更新 大家拜拜